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跟我们的词诞,这是我们的11节词。 那大家如果看出埃及记呢,到了现在你会发现,实际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程几乎进行了一半。 那这个时候呢,神让以色列人把他们的眼光从向外呢,开始转向向内。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 当我们经常那么眼睛,看向神,看向这个世界之后呢,我们也要经常地学习,将回头来看一看自己。 那所以希望神今天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祂给我们的启示。 让我们一同来开始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愿祢的圣灵这个时候就降在我们的中间,求祢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祢的真理。 让我们可以真正地去与祢同行在今天这个下午。 我们这样的祷告很好。 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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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于我们这些移民来讲,我们马上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你面对着一群完全陌生的人,你怎么去了解这样的一群人呢? 那你们来想一想,你会怎样来判断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要加入他们? 那么今天呢,我告诉你一个原则。 那么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个管理学的一个法则啊。 那么在管理学里边呢,有这样的一个资本原则,就是当你观察一群人的时候呢,你要观察他的组织模式和管理的方式。 那一般来说呢,有什么样的组织模式,有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呢? 就基本反映了这样一群人才是基本的特征。 那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呢,反映了出来,为什么这些人呢,他们要聚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会形成这样一个群体。 那么也会反映出呢,这个信息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啊,它是怎样传播的,也就是说呢,这样一群人呢,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是什么样的。 那我可以给大家一些例子啊,我们一同来理解这个概念。 那比如说呢,在我们历史中呢,有很多这种集权式的群体。 那么在这样的群体里边呢,你会发现呢,它组织模式呢,是纵向,好像从一个源头啊,然后分出很多的线,一条一条的呢,把整个群体中的人都联系在一起。 那么在这个群体中的人呢,大家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呢,向这个领袖来负责。 那么这个领袖呢,它有带领的权利呢,和这种义务。 它会采用比如说物质啊,或者精神的鼓励方式呢,作为凝聚大家的一种动力。 那这样群体呢,它信息的传递啊,是纵向的。 有一个人发号示令,那么有一群人呢,他们在传递,他们在支持。 大多数人呢,大家是跟随,大多数人呢,是动手不动脑的。 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历史中呢,有这种君主制的国家,还有现在社会中呢,很多一些家族式的企业。 那这样的群体呢,它更强调这个领袖的才智和能力。 你会发现在这样的群体之中啊,第一位呢,这个群体的创建者呢, 往往他们都是一些英雄,是一些伟人,他们有聪明智慧,能力超群,令人敬仰。 那么自然呢,大家呢,也都很愿意跟随。 那么这样的群体呢,是中央集权的。 那么群体的总将计划,都是由这些领导,这些领袖啊,一锤子啊,一锤子啊。 那么因为这些领袖呢,看起来很伟大。 所以在这个群体之中啊,他的信息的传递呢,非常快,他很有效能。 但是我们也看到呢,这样群体的问题啊,就是这样的群体呢,他过度于依赖于这位领袖,一旦这个领袖出了问题啊,整个群体呢,就会陷入混乱。 那么在理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呢,无论是当年呢,成吉思汗他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呢,还是当时这个马其顿国王,养了山大大帝,他创造的这个超级王国啊。 创始的人呢,风华绝代,但是一旦这个领军人物,他已死啊,如果他没有继承人,或者呢,他的继承人呢,没有他这个能力,他建立起来这个伟大的势力呢,很快就会分崩离析了。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这样的形式上, 在群体之中呢,所有的成员呢,都会比较顺服,他的服务性很强,但是大部分人呢,对群体这个概念的理解呢,是非常淡漠的,对群体的归属感呢,并不很强。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呢,只要他们的利益不受影响,他们对群体的存在啊,他们实际并不特别的关心。 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也就是群体成员,他自己的这个利益啊,和群体的利益呢,关系不是很明显的。 那比如说啊,在抗日战争时期啊,那么严格上来讲呢,当时的这个中国啊,还处于中央极权型的这种统治之中。 那么在当时呢,很多西方的记者当他到中国之后呢,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那就是当时啊,很多的农民,比如说东美地区啊,或者是中原河南地区啊,很多的农民呢,他们并不特别的反感日本对自己国家的侵略。 那么当那些记者去采访这些农民的时候呢,这些农民就说出一句话啊,说是谁当了皇上,咱们还不是交粮啊。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这些人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的观念,也就是说呢,这些成员,他们对中国这个群体啊,他并没有真正的投入感。 那还有比如说今天呢,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企业啊,那么都讲呢,职业经理人。 但是现在在中国的企业中呢,他发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啊,就是呢,有一些高级管理人员,他会带着整个团队呢,跳槽,从这个公司呢,就到这个竞争的公司中去了。 那咱们发现这些人的待遇实际已经非常非常好,但是他们呢,就是一旦当别的群体给出他更好的利益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选择离开,好像他对原来的企业啊,他没有什么归属感。 那么通过这些例子,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呢,这样一种从上到下的一种管理的模式啊,一种这个群体的模式呢,实际呢,他的弱点是非常明显。 那么和这种中央集权的模式相对立的这种呢,就是议会制或者是共俄制的模式。 那么在这样的群体中呢,大家所有成员的地位呢,都是相对平等的。对群体中的事情呢,是共同参与,共同计划的。我们今天管这个呢,叫委员会议制的管理。 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在建国时候,美国建国时候呢,他的那种国家的管理模式。 那么在当时那种群体里边呢,他的信息的传递啊,他不是从上而下的,他是一种平面的网络状。 就是大家呢,都是彼此之间呢,互相负责的。 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在那里边呢,他们可以形成比较强的集体荣誉感。 因为这个群体呢,就是你自己。那么你是群体的一部分,大家都在这个群体里边。 那么大家的关系呢,就是在这里边呢,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只要你还关心你自己的利益,那么呢,你就必须去更加关心这个集体的利益。 那么今天呢,有很多社会学家啊,就去研究美国的土城。 人们发现呢,美国呢,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这个居民呢,他是外国移民。 那么大家呢,都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文化。 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个数据啊,说美国的官方语言虽然是英语,但是在美国呢,讲的最多的语言呢,他就是西班牙语。 那么在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中啊,人们发现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啊。 这样一个国家呢,他不但没有分崩离析呢,反而非常团结。 他们表现出呢,一种非常特别的国家主义精神。 And in such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ot only did they not fracture after two world wars, but instead they became more united, and expressed an unusual patriotic spirit.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And why is this? 那么有人就讲了,说是因为是在那里的人呢,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呢,是他们自己。 在这个地方呢,每个人都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 所以他们觉得呢,这个群体呢,就是自己。 And some people say that it is because they feel that they are part of this country, and this country is theirs, and everyone can chase their own dream. And therefore, um, this is their country, and they are willing to fight for it. 那么讲了这么多啊,这和我们基督福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So what does all of this got to do with us Christians?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呢,这个关系非常的重大。 I can say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那么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那么彼此之间呢,就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What type of people we are, we should have a certain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那么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么就应该有一种相对应的组织模式和短理模式。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other, we should have th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or the group management that controls this group. 否则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吧,你在这个群体之中呢,你生活的很别扭。 严重的话呢,会让我们逐渐逐渐的失去你作为这个群体中人的一个特质。 Otherwise you will feel that you do not belong to this group. And over time you will feel that you are not part of the group. 那在我们刚才读过的出埃及近十八章后一半的这个经文里边呢, 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啊,就是以色列人呢,他打败了亚马利人的攻击。 那么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讲呢,等于说他们抵御住了士族主义对他们的侵扰。 他们现在呢,可以过一种属于神的生活。 And so in the verses that we've read today in Exodus, we after the Israelites have defeated the Amalekites, and from a spiritual point of view, we have defended against secularism, and so we can live a holy life.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啊, 你就会发现呢,别人看来以色列这一群人,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这是他们要呈现给世界上其他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整体形象。 那这个问题呢,就变成最迫在眉睫的问题了。 And so we can see that at that point in time, the Israelites need to show a sort of relationship they have with each other to the world. They need to show the kind of living that they have to the world. And so this become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那么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摩西他选择了一种中央集权的观点方式。 And so from the verses that we read, we find that at the beginning, Moses chose an autocritic model to lead the group. 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大家也都很高兴就跟随着他。 And the Israelites were happy to follow. 那么按照人的本性来讲呢, 我们呢都是习惯于服从或者愿意跟随呢, 那些有魅力的领袖。 Human nature within us, we prefer being obedient and follow charismatic leaders. 也就是说呢,人的本性呢是希望被领导的。 And so we can say that it is human nature to be led. 你不要说我们都很有自由主义精神呢,实际不是这样。 Don't say that all of us are very independent. It's not that way. 因为你做了一个跟随者呢, 你可以不承担责任, 但是你就可以享受利益。 Because as a follower, you can not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but you can reap the benefits. 那么从人类历史上来讲呢, 我们大部分度过的时间呢, 都是这样的。 And so we look back at history, most of us are like this. 那么你很难说呀, 有的时候你很难说呢, 这些历史中啊, 到底是一个领袖, 他带领了整个民众, 还是说呢, 这些民众, 他们故意的推举出来一个领袖来带领他。 And so sometimes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at whether it was the leader who led the people, or it was the people who chose the leader to lead them. 那么从经文中我们看呢, 毫无疑问呢, 摩西呢, 他是一个有才能, 有魅力的人。 神呢, 也的确就拣选了他。 那么他呢, 也的的确确呢, 他就精精液液的按照神的启示, 他在带领以色列人。 那么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由他来处理的。 那么当然呢, 我们都看到啊, 他也好, 大家都感到非常的疲惫, 非常的痛苦。 那么这个时候呢, 神通过摩西的岳父来提示他, 这样是不对的。 那么为什么不对呢? 其实问题不是说呢, 这样会让以色列人或者摩西呢, 很疲惫,很痛苦。 那么问题的关键呢, 是这种中央集权式的这种管理的模式。 这样的模式呢, 让大部分的以色列人, 他们不能直接的参与到神的事工统案。 那么通过圣经我们知道呢, 神呼召全体的以色列人出来, 是为了建造一个属于他的国。 那这个国呢, 它不是政治意义上, 而是呢, 人生命本质上。 这个国呢, 它只是一群人, 还有呢, 这群人, 他们能够活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本质。 那么这群人呢, 这群神所新造的人呢, 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应该把这种全新的风貌就展示出来。 当人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未来神国的形象。 那么所以你在圣经中你会发现, 很多次呢, 提到这样的概念。 那比如说呢, 说我们基督徒, 我们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还有呢, 有人问耶稣啊, 说这个天国到底在哪里啊? 耶稣就回答说, 你不要说, 不要听他们讲在这里啊, 或者在那里。 天国在哪里呢? 就在你们的心里。 那我们大家也都唱过很熟悉的诗歌啊, 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那实际上呢, 它都在说明天国的观念。 也就是说呀, 当一个基督徒在哪里呢? 那实际上呢, 他都在说明这样一个天国体系的观点, 也就是说呀, 当一个基督徒呢 他真正能过着属于神 属于天国的生活的时候 当这个群体都体现出这种生活特质的时候呢 别人看来呢 天国就在地上实现了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呢 实际上呢 你都代表了天国的一个部分 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神 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 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徒的人呢 他怎么去看待基督徒 怎么看待我们所说的这个天国呢 那不是说呢 他们要去看少数的那些领袖的个人的表演 实际呢 他们要看的是我们这个整体 我们每一个人要呈现给他们的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那么圣经上讲的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拣选 神给我们的使命 给我们的任务 就在这里 那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 实际上你都能 都需要动起来 你不能心不足的呢 在这个群体中呢 你单单满足于呢 做一个跟随者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应该被操练 能成为符合神要求的人 如果你了解这个天国的概念呢 你就会发现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啊 这个是天国他实现的一个条件 所以呢 我们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要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在神的设计里 神的子民 他彼此里的关系呢 他应该是一种群体性的 是彼此关联的 那么彼此关联的这种关系啊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参与到神的国的前提 那么在圣经里面呢 神先后用三个抵御 来描述基督徒的这个群体 他讲到呢 我们教会像什么呢 像一个房子 我们整个基督徒在一起像什么 像一个身体 他又讲到呢 我们和神之间 我们像什么呢 我们像葡萄树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啊 房子也好 身体也好 枯刀树也好 这些比喻呢 他实际在强调啊 我们所有这些属于神的人 我们呢 是一个整体 他在讲呢 如果我们的整体 是一个房子的话呢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 就是建成这个房子的 一块一块的砖石 如果我们的整体呢 是一个身体呢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 就是这里边的 一个一个的细胞 那么如果我们整体 是一棵葡萄树的话呢 那我们每一个人呢 就是这个树上的 一个一个的职业 那么在这三个比喻里边呢 神使你给人啊 展示出一种基督徒呢 那么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彼此相连 我们都互不可缺 互相负责的一个关系 就好像呢 是一个庞大的网络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这个网络中的 一个互相交叉的 这么一个节点 缺了任何一个呢 都会造成这个 整个网络呢 出现一个漏洞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看呢 神就开始 启示这个以色列人呢 告诉了他们 一个什么是正确的 你们这群人 应该有的一个组织模式 那经文中讲的说 摩西呢 他使用了很多人 那么有十夫长 有五十夫长 有百夫长 有千夫长 让这些人呢 去管理百姓 那么圣经中呢 没有说呀 这些人呢 他们的职份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那么可能呢 这里边或许呀 这些人呢 是专门管军事的 像我们在军队中的 这个班长排长之类的 那么也可能呢 他们是管一些日常生活呀 民生中的这些杂事的 类似于呢 像我们现在 这个村长啊 组长啊 聚委会主任之类的 那么这就说明呢 在以色列人中呢 最少呢 每十个人呢 他就出现了 一个小的负责任的人 其实你总体看呢 他不止这些 因为每五十个人呢 他又有一个专执的领导 其实呢 实际情况呢 可能远远不止这些 因为以色列人呢 有两百万人 那么两百万人呢 日常生活一定有很多 非常繁打的事情 那么你随便想一想呢 比如说他的 这个娱乐呀 军事啊 医疗啊 商业啊 这个刑事案件啊 宗教管理啊 很多事情呢 他不可能呢 单纯的只靠这些 师傅长 他就把一切事情呢 都管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呢 如果按照十个人 做一个单位的话 那么在这个小的单位里边呢 他一定还有很多横向的 这种专门负责某些委员会 这些委员会呢 是存在的 那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 在以色列人中呢 承担责任的人呢 出来做官的人呢 他呢 会更多 那么也可以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啊 可能呢 除了一些老弱病残之外啊 可能每一个人身上呢 他都会有一个小小的观点 而且呢 大家是互相管理 所以我们可以认识 那可能呢 除了一些老弱病残之外啊 那就好像说呢 说在军事上 你是班长 我要听你 但是呢 这个良好这些事情呢 是我负责 你要归我管 那么实际上 如果生活呢 可能呢 我们都要归 另一个人管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吧 一种平面的 网络状的关系呢 在以色列人中呢 就形成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关系里边呢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义务 每一个人呢 都必不可守 每一个人呢 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我们要看到呢 神拯救的是整个以色列人 他不是单独想去拯救 摩西亚人 约束亚 或者单单的地位 那么当你三家人 采用这样的一个 群体的模式的时候呢 神的目的呢 就被达成 那么这一切呢 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那么在教会里边呢 不需要超人 神需要的是一个 完整的群体 那么如果你发现在教会中 出现了一个超级明星的话呢 那么这个一定是不见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必须清楚呢 教会呢 就是我们这群人 我们必须呢 每一个人都能够 真正地参与到 教会的生活中 那么我们呢 才算是真正属于神的人 那么我们成为 这样的一个关系中的 一个人呢 那是我们成为 神国组成的 一个部分的前提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想请你们 应该想一想 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边 你想一想你 你是不是 好像在一个网络之中 彼此关联 互相照顾的 广络里面生活 那么如果说呢 每一个人 我们在这个群体中 都有责任 那么我们应该 具备神上的条件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段经文 他要告诉我们 就是不是神的人呢 应该具备 什么样的特点 那么在经文里边 二十一节啊 他讲呢 说他的岳父 告诉摩西说呀 你要从百姓中 拣选有才能的人 那么这里的才能呢 有的圣经版本呢 他翻译做才德 那么英文呢 他是able 那么他的意思呢 是说呢 能做到可能的意思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 神让摩西呢 去选择那些 有可能做到一些事情的人 那么我们要可能做到一些什么呢 神告诉我们呢 大概有三个方面 那么他讲到第一个呢 他说你要去敬礼神 那么敬礼呢 在圣经中多次提到啊 敬礼神这个观念 那么敬礼呢 是人对神呢 最基本的态点 那么敬礼 从字面上来讲呢 就是对神的尊敬 对神的背景 那么敬礼呢 表明了人对神的认识 那我们知道呢 神是有能力的 他是管理这个世界的 我们的一举一动呢 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而且呢 如果我们所作所为呀 我们符合他的心意呢 他就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 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不符合他的心意呢 他就要惩罚我们 在将来呢 他就要审判我们 所以当我们面对他的时候呢 我们是又尊重又害怕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和神的关系 这是提醒我们呢 你作为一个相信神的人 你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呢 你跟随神的目的呢 必须非常的干预 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我们知道他是神 所以呢 我就要跟随他 所以我就要按照 他的一切要求去做 就这样简单 那我们这样做呢 我们是为了讨神的喜悦 也是为了呢 要逃离他的愤怒 那我们这样跟随神的目的呀 可神是不是会给我们 带来物质上的祝福 或者给我们带来 精神上的满足呢 他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什么是敬畏神呢 敬畏神其中的一个表现呢 就是我们要去试上他 那么刚才我讲到了呢 你只有参与到这个群体之中的服事啊 那么你才能算和这个群体有分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讲呢 说我们真正的参与到一个群体中 参与到属于神的群体中呢 我们只能通过侍奉神 我们才是真正的参与 那么所以说我们说今天我们应该清楚一个概念啊 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呢 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群体 那么在这样一个群体之中呢 没有旁观者 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各司其职 那么以前呢 我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 说如果说教会是一艘船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船呢 它应该是一艘军舰 因为在军舰上面呢 没有一个贤人 每个人呢 都有每一个人的证明 那么在这个船呢 我们教会呢 它不应该像一个游轮 游轮不同啊 只有一小多少人服 其他的人呢 都是看客 所以在教会里边呢 你要去发现 有哪些事工呢 是神为你所预为的 那比如说 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边啊 有教会中的事情 比如说你传福音啊 你关怀啊 你做社区的服务啊 你为教会中的人的祷告啊 所以 for example in our church you could participate in everyday operations you can participate in caring community work or prayer 那么你说如果 教会中的事情 我不熟悉 那在每一个小组中呢 也有很多的事情 你可以参与的啊 你去鼓励别人啊 你去教导啊 你去做信息的分享啊 你去真正的去带领一个人 去做门徒啊 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参与的 and so if not in church like in the church itself we could also have participate in the whole group for example you could encourage each other you could share each other you could teach each other you could lead 那我们通常的问题呢 不是说呢 我们不会做 而是呢 我们不愿意去做 and so our problem is not that we cannot do it it's that we choose not to do it 我们应该呢 克服自己这种惰性 我们不要只停留在 那跟随的层面 我们要和神的事工有份 这样呢 我们才能跟神国的事情有份 and so we need to change how we look at things we have to be more than just a follower we have to actually participate in the ministry of god so that we can share in the glory of god's kingdom 那么第二个呢 神对我们要求呢 就是诚实 不忘 and the second point is being trustworthy 那么在king james version里边啊 他翻译作呢 man of truth so in the king james version it translates this as a man of truth 那么在 我们的NIV版本中呢 他翻译作作 truthworthy so in NIV they use the word trustworthy 那么在 另外一个叫 吕正宗的翻译版本中啊 他把这翻译作呢 可信可靠 and in the translation by 吕正宗 it translates it as dependable 那么这个呢 是描述啊 我们对待自己使命的态度 and so this is our attitude towards our mission 就是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呢 你怎样去对待这个群体中的事情 你怎样对待群体中的人 and so it means that what's your attitude towards the task of the group and what's your attitude towards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那我们想一想 什么叫做可信可靠 so what is dependent 那么也就是一件事情 你教给他做呢 他会很努力 他会很认真 他做事不敷衍 他会竭尽全力 那这个呢 就是可信可靠 so that is when a person pours a task he would strive to complete it with all of his abilities and he does not slack off this is dependable 神要求我们 当我们面对 他的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要可信可靠 and god requires of us that when we the way that we treat this task for us that we are dependable 那么在教会生活中 我们发现很多人呢 当他面对教会中 各种事工的时候呢 总觉得自己不够好 所以呢 就不能去做 so we find that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oh regarding the task in church they feel that oh they are not they are not able to do it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he ability 那么我要告诉你呢 没有一个人生下来 就是专家 no one is born an expert 但是一个努力 认真 负责的人呢 他早晚都会成为专家 but by working hard and earnestly a person can become an expert 那么教会的生活呢 教会的事工要求我们 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力 and the ministry of the church we require everyone to give their best 那么我们的问题呢 不是不能做 而是呢 我们不愿意付代价地做 and so our problem is not that we cannot do it but that we are unwilling to sacrifice to do it 那么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呢 我们不要怕呀 自己做得不够好 做得不够多 所以呢 我们就干脆不参与 这个呢是不对的 and so I want to tell you guys that we should not feel that oh we will not be able to to perform as well as someone else or that we can't perform to a certain standard therefore we will not even try to do it that is a wrong attitude 我们要记得呢 我们的好像是一群赛跑的人 we have to know that we are like a sprinters 如果你认为呢 自己跑得不够快 别人跑得比我好 那么呢 就不跑了 那是根本不对的 and so if we take the attitude that oh there's other people who run faster than and then I do and I'll never be able to win them so I'll not even run then that is the wrong attitude 我们的信仰呢 是一生一世的事情 如果说赛跑呢 那也是一生之久的赛跑 and so our faith is life long and if it was a sprint then this run this race is also life long 那么神检测的呢 不是说我们在这个路上 某一段时间有多快 有多好 他要检测的呢 是我们是否得认真的跑 我们是否呢 最后能够达到终点 and so what God wants is not to look at us and see oh during this period you ran a certain speed and you ran a certain distance but to to examine us to see if we're willing to run and in the end will we get to the finish line 所以呢 我们应该呢 有一个竭尽全力的心 and so we need to have the attitude that we will do our best 只要你尽力了 可能的确呢 你做的这一项事情啊 它有缺陷 可能在人看来呢 它不够好 但是你要知道呢 我们的神 他知道呢 你有多少能力 他也知道呢 他给了你多大的担子 只要你尽力了 那么在神的眼里呢 你就是优秀的 and so even though if you have done your best and but even though the task might not have been completed as well as other people would look at it but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god knows what he has given what task he has given you and how you have performed in it and as long as you have done your best then that is what god requires from you 所以呢 我们要去努力 做一个呢 一个可信 可靠的 and therefore we have to do our best to become a dependable person 那么神第三个要求呢 就是恨 不义之财 这说的呢 是我们要如何 面对利益 and so the third point is that is to hate this honest gain so what so how do we treat wealth and benefits 那么什么是 不义之财呢 那通常理解的就是 不应该得到的财物 and so what is this honest gain usually we look at it as wealth which we should not have gotten 那么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想了一段时间啊 那么在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过程中呢 他们过着一个 半军事化的生活 那么他们这些人之间 能够有什么样 不应该得的财物呢 and so I have given this some thought and because in the semi-militaristic lifestyle that israelites were living at the time what sort of this honest gain could they have gotten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呢 这不义之财啊 可能指的是呢 他们占了别人的一些便宜 或者呢 他接受了一些别人的贿赂 损害了集体的地 so maybe it was that they had taken advantage of some other people or that maybe there were bribery involved in their society which has hurt their group 那么说不义之财 为什么神这么正式地 把它提出来 当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品格 来放在圣经里面 so why is this honest gain such a problem that the bible has to single it out and to talk about it 如果我们从整个 整体的观念来看呢 因为这个不义之财啊 它破坏了群体的关系 它坚决地呢 或者说它坚决地损坏了 群体的利益 it is because that this honest gain it harms the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group and so it also has hurt the interest of the group as a whole 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呢 不贪不义之财啊 这个呢 就是检查我们自己 你是不是明白 你并能够 看动集体的利益 也是检查我们呢 你是不是清楚 自己身份 and so to hate this honest gain is to examine whether we understand and value the interest of the group as a whole and also to examine whether we understand our own identity 那么神所塑造的群体啊 他应该呢 彼此的关系呢 应该是彼此搭配 的是共同服饰的 就说呢 我们应该是一切 以群体的利益为主 所以在教会里边呢 我们应该是呢 不在自私自利 而是呢 以别人的利益为主 and therefore as a church we should place other people's needs in front of our own 那么正像保罗 他在福利比书中说的 他说你们个人 不要耽误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and so as Paul said in Philippians not looking to your own interests but each of you to the interest of the others 所以这一点呢 是我们成为 神国的一部分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an aspect of being part of God's kingdom 所以听听姐妹们 当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是新以色列人 那么当神的呼召 神的带领 神的使命 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会怎么选 and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are the new Israelites so when God's calling and his mission comes upon you what will your choice be 当神的呼召 来到那些 他通过摩西 把他的呼召 放到那些 十部长 五十部长 百部长 千部长的时候呢 这些人呢 他们没有退缩 他们就站起来 承担神的使命 so when God's calling through Moses came to the officials over the tens over the fifties over the hundreds over the thousands they did not cower they stood up and they took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那么今天 作为一个愿意 追随神 进入到天国中的人 你会怎么去回应呢 and so today as a person who wants to go into God's ministry to be part of God's kingdom what will your response be 你在这个群体中 你的位置如何呢 what is your position within this group 和你紧密相连的 和需要你去紧密相连的 那些人 那些事 是什么呢 and so what are the people and what are the tasks that needs you to be connected to them 愿神能够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may God bless each one of us 让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在这个群体中 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 may God help us to find our position within this group 也让我们呢 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 融入到神的国的事 and may each one of us be part of the ministry of God 这样呢 我们才能真正 和神的国有份 and only through this can we be part of God's kingdom 愿神能够祝福我们 may God bless us all 让我们祷告 let us pray 天后上帝 我们求你的圣灵 能够不断地带领我们 Dear Lord we pray that you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